大家好我是小潔老師 那今天是2021 11月29號 那今天呢 我在延續上一次畫的那個有玫瑰化的樹苗 今天呢我要把它變成轉換成這個水彩 那今天上了課的對象就是 十三高中 每數半二人級的學生 那雖然我們的學生人數並不是說十分的多 但是每個都蠻認真的 也都會表現得非常好 那今天我要講的這個水彩呢 我們一開始還是先從構圖先講解 那構圖呢我們還是一樣先 從前景 中景 遠景 依次比例然後往後推 然後也就是從最下面的東西先畫 先定他的位置 然後中間的東西 然後在後面 也就是在上面的東西 好 那我們定完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是把 他的輪廓把它畫清準一點 那在畫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 東西的比例大小 還有注意他的節奏性 也就是說他的動向跟方向 在畫面有沒有產生一個 律動 跟協調 然後輪廓打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上底色 那底色一般我們還是從 背景先上 那背景先上我會先打一層水 讓畫面產生濕潤 接下來我們就是用顏色慢慢 很渲染 使畫面整體的氛圍 營造一個氣氛跟 光線的一個 一個空間感 然後很亮的東西或很高彩度的東西 暫時先不要去動它 那把背景的 層次做出來之後接下來我們就是開始畫 比較深一點點的東西 比方說樹葉啊 樹葉要有層次 要有光影 還有有一個 深淺顏色的一個 強弱的一個分別 那葉子畫完之後呢 我們大致性的把玫瑰 玫瑰 來畫他 那同學呢 對玫瑰啊 是比較 覺得有困難啊 因為他沒辦法去掌握 玫瑰怎麼畫啊 那其實就是玫瑰他 的方向啊 如果朝我們正面的 他中心那個 卷曲的那個集中點會比較正中央 如果 朝向右邊的話那 中間那個卷曲點 都偏右一點 當然啦如果說朝左邊那中間的那個卷曲點 他就會朝 左邊一點 那配合光線照射的一個光影的變化 他就會有一個 立體感的一個存在 那在顏色的使用上就是 中間先鮮藍 然後 中間的顏色 稍微濃一點 然後慢慢往外擴 那在 做這樣的一個變化的時候要注意這個 光線 光線的方向 以及光線照射所產生的 光影變化 那這個我就不多說了我們用眼睛來看會比較 精確一點 比較精確一點 這個有時候用講的反而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就用眼睛來看 那我們接著就看下去 那很快的時間 我們又到了 下課時間了 我想還是給同學休息好了 那 這一張我花了稍微 長一點的時間 大概 如果一考試時間是有超過的 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是還沒超過 但是如果說過大碗 應該是超過 那就先這樣吧 найти之後 到北壁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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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那探到市场 这边 也差不多快接近完成 那往往我們同學在畫的過程當中啊 常常忽略掉一個小細節 就是說當我們從暗色調轉到亮色調 重新要再處理亮色調的時候 同學都會偷懶 不會想說去把水換掉 張著的水換掉 或者是說把這個調色板稍微清洗 所以這個小動作很重要 如果這個動作沒有做到 你要在畫乾淨的地方或乾淨的顏色 是畫不出來的 你必須要勤快一點 要講究這個方法 要去把它擦拭乾淨 然後再來加 那所以希望同學在學習過程中 這個小細節要注意 那接下來要畫那個花的那個花器啊 那花器基本上是白色的質感 那我一開始定位置可能就是疏忽了 也許就是我一開始並沒有很仔細把輪廓做好 那這是一個很錯誤的示範 那等一下就會變成說 後面會造成一個麻煩 就是前後關係啊 有點小問題 透視上或者是在安排上會有點小問題 所以我等一下有一個過程是用牙刷 把那個不要的地方或錯的地方刷掉 重新再整理一遍 那其實這樣是很浪費時間 而且會把那個畫面弄髒了 那這個是比較不可取的啊 所以基本上還是得要用鉛筆去打稿啊 那把它打準一點來的話 才比較有精準的依據啊 那也許我是求快了啊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錯誤的示範啊 不可以不足以取這個 這個學習啊 這個部分啊 這個請見諒啊 然後我們 花氣的部分啊 要注意那個光影的一個變化啊 那基本上它是白色的質感 那個 在亮的地方就不能加的太黑啊 那在暗部呢 今天就用 用偏環境色加一些冷色調來做啊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啊 在暗部呢 那邊 在暗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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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統的亮面 盼量 爭亮 然後 轉折的地方 加一點 這個 草綠色 然後針對地方 帶點 淡淡的黃 就可以了 因為它週遭有 橘子 硬麟 或者是花的 一些垠色的 反射 然後 我發現 我畫完 這個 晚的時候 跟後面的 畫器 那個 前後關係 是有點衝突 這次 要調整 要 修正 然後發現 這樣不太對 這會就是把花氣稍微再瘦身 讓它變瘦長一點 然後把那個基底點往後再抬 向後面延伸 那這樣就比較合理了 那這個地方 這個要很小心 就我剛剛所講的 一定要先打好輪廓之後 再來上色會比較精準一點 這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我把這邊刷掉因為太大了 然後這個地方刷掉 我們剛有事先有做的那個玻璃杯啊 就被我們刷掉了 玻璃杯就必須重新再做 玻璃杯在做的時候 要注意就是很重要 就是它的透那個透明性啊 就是透過那個玻璃 反射到後面的一個景象的一個折射的一個關係啊 所以那個透明感啊非常重要啊 那我在這邊好像又犯了一個小錯誤 就是那個軸線有點歪掉了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會把它再修正回來啊 我們這樣去看整體啊 那請坐著 我們先碰到 我們來做褲子 我們來做褲子 好 再帶著褲子 好 再帶著褲子 好 再帶著褲子 一條褲子 好 再帶著褲子 到這邊給他一點點 就在前面 放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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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下課了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從開始示範講解 然後邊講解邊示範 花了大概 大概135分鐘 應該135分鐘左右 然後下面的辣椒跟那個 小番茄跟小櫻桃 是我自己在加的 因為我覺得前面有必要在 有一些小點景的一個東西 那畫完之後發現 這個杯子跟櫻桃之間跟那個碗之間 中間那個地方太空了 而且有一些色調沒有帶下來 所以我決定畫了一顆檸檬 那就是在後面那邊 畫完之後 我檢查的時候發現 應該是要帶一點綠色的下來 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在後半段 結尾的時候 呢 加了一顆檸檬 那我們就往下看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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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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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小錯誤的出現 不過我們發現錯誤的時候 就要馬上來修正調整 然後做改進 那這也是花花很迷人很快樂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示範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再見了 拜拜